最後我們還要再給各位看一下在這邊 事實上在Price裡面動畫比較少 我們在Power裡面不是可以做很多那種物件的動畫嗎 對不對 那因為Price本身它就是動的 所以它在這一塊反而比較少 它的動畫主要就只有什麼 淡入淡出而已 淡入淡出 所以如果說你萬一真的想要有同一個畫面 但是我就是這樣慢慢呈現出來的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那個位置在哪裡 好我們來這邊看喔 我們剛剛在這邊 好 假設這樣子 OK你要加動畫你只要在這個 你的縮圖上面 你的縮圖上 縮圖上按右鍵就好 按右鍵有一個叫Animatic Friend Content 按右鍵 好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你會進到它裡面來 所以你只要告訴它順序就好 比如說我要先出現文字 我就按一下這個 有沒有發現旁邊有多一個1 對不對 旁邊有多一個1 好這個第2出現 這個第3出現 請問 如果我沒有按到怎麼辦 沒有按到就一直出現 因為不做動畫 我們在Price本不做動畫 不就一直出現嗎 對不對 一打開簡報就出現嗎 這樣了解吧 好 所以如果這個是第3個 第4個 這樣就做完了 你可以先play看看 一個是這樣子 1 2 3 有沒有這個字就一直出現 這樣了解 所以因為不見得每個物件都要是 動畫吧 萬一不要怎麼辦 不要就再點回來就好了啦 因為動畫真的不是它的主要重點 所以它能夠做的真的比較有限 你如果好了就按當就可以了 當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看得出來 那有沒有做動畫 那個頁面有沒有做動畫 你怎麼知道 請注意一下這個縮 我放大一點 請注意我們這個縮 你比較兩個地方 請問這樣有看得很清楚吧 上面那張沒有動畫 下面這張有動畫 有沒有發現到 好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圖示裡面知道說到底 你的那個頁面有沒有做這個叫淡入淡出的效果 如果萬一你不要的話你就記得 進到那裡面 一樣再進去一次就好 按右鍵編輯一下就可以了 好這個是我們稍微補充一下 這個 那另外呢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 流程圖 這個 流程圖或組織圖 我們剛剛 增加Place的頁面的方法是不是一頁一頁這樣做 那 各位應該都有用過這種流程圖 如果你要做流程圖的話其實對 如果像你這樣一頁一頁慢慢增加 如果萬一流程比較多 那你不是做到死了 對不對 所以它裡面在我們插入的時候啊 我就拿另外一頁啦 我就拿 這個腳踏指標 再換下一個 好再下一個 OK假證在這邊你看 插入的時候 有一個 第三個 這個 這就是流程圖 有沒有看到很多流程的範圍 那個範圍 有沒有 這個比它的那個簡報範圍還多 因為流程有很多種 你可以選 當然 不見得那個數量是 跟你要的相同 所以你還可以個別增減 但是重點在於說 今天假設你要這個 比如說你看 假設我想要 簡單一點好了 我們就這個好了 這個 假設你選了這個的話請問 你會增加幾個頁面你知道嗎 上面就有看到四個圈圈對不對 通常會加一 為什麼 因為它會有一張是全部的 然後再個別進去四個 好在個別進去四個 所以假如我這個 我把它按 選擇 你可以看一下 在哪裡 還沒進來嗎 沒有進來 選擇這個 有進來了 糟糕 這樣我 變兩個了 一個刪掉 好 點兩下 有進來了 你看到這樣子對不對 你看左手邊 一張 兩張 三張 四張 五張 有沒有 這邊就增加五張 我們實際看看就知道 實際 讓他看看 這個右手邊我先關掉 我把它放遠一點點 好把丟出來一點 OK 等下 前面就不要理他 直接 到這 這個 這個完了 有沒有過來第一張 對不對 先整體的 然後再怎麼樣 一個一個進去 這樣你了解嗎 這樣流程是就 先看 知道說整體流程 然後再一個一個進來講 好那如果忘記你不夠的 你可以自己再做調整 好一樣 調整它的順序就跟我們剛剛相同 就是上一頁下一頁 所以你不見得一定要從這樣繞一圈 你也可以顛倒過來 好把那順序調整過來就好 這個是 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說你可能有需要流程圖的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 至於說這個3P背景圖 可能平常客戶比較少這樣用 比較少這樣用 是在那範本裡面 如果說你剛剛在增加的時候 我們在增加它的範本的時候 你看從這邊 我這裡給你看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這一種 右邊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會有一個 背景在後面 對不對 那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你這個背景 因為我們Praise它比較特別 是不是Ring In Do Now 而且說法很多 所以如果你的背景解析度不夠的話 請你不要幹這個事情 因為這樣叫自負其短 因為你做運運之後 那個照片就糊掉了 對不對 就糊掉了 所以效果比較好 那到底應該多大比較好 它的官方建立是3000像素 就是寬度要3000像素 這樣會比較好 那背景圖怎麼設定呢 就從這邊來 因為你可以直接來 場景這個 我們剛剛那個 叫做什麼 布景 布景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3D背景 你就從這邊去選擇 這樣你簡報後面就有一個背景 這樣清楚喔 像我們今天這個簡報 我就有用一個 那個長寶圖 長寶圖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跟各位介紹一下 今天 請 請